Hello大家好,我是青春堂的猪乔 天气越来越热 所以是时候做点清爽一人七人心脾的料理了 全柠檬大餐,这决定是你了 菜料是这些 鸡腿肉用的是去骨的火枪腿 让你问我怎么去骨 当时选择场外援助了 鸡腿拿回来以后 去掉多余的肥肉 抽掉它腿筋以防它逃跑 怎么煮熟的鸭子还能飞了呢 在它的正反两面散上盐和胡椒 再放上柠檬和白里香 我用的是鲜白里香 买不到的话可以换成粉状的 加入金枪玉罐头 加蛋黄酱 再挤上柠檬汁 挑出不小心掉进去的柠檬籽 加盐和胡椒 搅拌均匀这道菜就做好了 摆盘留到最后 先回来搞定腌好的鸡腿 进鸡腿之前可以先把调料挑出去 然后让鸡皮的一面朝下 中火煎它个三分钟左右 在鸡腿上压一个中午 可以有效地帮你获得颜色又好看又脆的鸡皮 但是如果你压的中午是你自己的话 噢噢噢噢 有点烫 一定要小心不要被烫到汗 大概三分钟 鸡皮那面熟了就可以翻面了 把柠檬和白理香放回来了 盖上锅盖继续中火焖它个三分钟 第二鸡肉就煎好了 怕鸡皮不脆了的话 可以翻过来再煎一下 看起来好好吃啊 鸡腿出锅装盘 因为出了好多肉汁 所以我放弃了脆这件事 今天你就是juicy的大鸡腿了 最后简单给前菜码个盘 让它们装在小勺子里 放在小石板上 最后可以撒点萝勒和彩椒粉作为装饰 两道柠檬料理就多做好了 前菜一口一勺 比较适合聚餐 干净用卫生 如果你们家勺子够多 并且你不嫌刷碗麻烦 大鸡腿鲜等多汁 好吃到没朋友 柠檬和白理香加起来 就有股海边的味道 想去度假又走不开的朋友 别犹豫了 就做他们吧 人走不了还吃不了吗 那么感谢你的关注 订阅转播放三连 我们下期再见 Wink Wink